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1345集 我之所以规定时间让他们杀死王小山 是因为前天晚上有一个声音忽然在我的耳边响起 他告诉我 在今晚12点到明天凌晨1点 村子里对于我的禁止将会消失 这半个时辰 我可以在村子里毫无阻碍地活动 听到这话 张凡和王小山的眉头都是一皱 听到这个声音之后 我便私下在寻找来源 可始终都找不到 我甚至没有发现过一丝对方的气息 很显然 对方是一个高手 我感觉这个消息多半是真的 所以我就打算试试 这八个家族人住得比较分散 我挨家挨户地寻找 要耗费半个小时之上 再加上追逃半个时辰将将够 稍微一耽搁都不行 我若金村杀人 王小山很可能会感觉到 他必定会出手阻拦 与他对战会耗费我大量的时间 如此一来 我将八个家族的所有人赶尽杀绝的目的 便实现不了 所以我才会下了死命令 让他两人帮我除掉王小山 那个声音的主人 你有查到是谁吗 没有 他只出现过那一次而已 张凡听了摇头 看来 那声音来源 是无从调查了 最后 你再帮我们一个忙 帮我们到村子里面试探一下 让我们看看 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阻碍你进入村子 既然已经开始调查了 但凡有能查的线索 自然是要查了 好的 恶鬼痛快地答应了 这也是一直以来 我颇为疑惑的事情 随后 四人一鬼不再迟疑 直接便到了 陈庄子村的村头 张凡三人下车 直接便进入 陈庄子村的地界 恶鬼则是 站在村子的地界之外 他跟人类一般 深吸口气 平复了一下情绪 而后一步跨入村子 当恶鬼跨入村子的那一刻 他感觉 他的脚像是陷入沼泽一般 张凡三人的目光 一直在那恶鬼 跨入村子的那只脚上 三人明显看到 恶鬼的脚 在跨入村子的林地的那一刻 脚上的动作便变得迟滞 他们三人 仔细看映着 周遭的空间变化 但是 却感受不到任何的异样 随后 恶鬼深入 陈庄子村的脚 又搅动几下 但三人 仍旧没有感受到 有任何的异样 甚至 连一丝特殊气息都没有发现 几位大师 我的脚如果再继续逗留 就要被压爆了 恶鬼说着 同时 把脚抽出了 陈庄子村的林地 张凡看了一眼 伶俐于半空的恶鬼 缓缓说 好了 你进入阴草地府吧 刚才他们 并没有发现丝毫的变化 这便证明 他们的实力不够 所以 也没有必要继续感知了 即便继续 也是发现不了什么东西的 所以 张凡便直接让恶鬼离开了 听到张凡的话 恶鬼先是一震 而后点头 之后 恶鬼不再犹豫 化为漫天金星 消散于天地 经过一晚的战斗 众人都是 颇为疲倦 张凡让王孝山回家 王孝山的老婆孩子 都在担忧他的安慰呢 王孝山家的地方有限 张凡和苏三 还有分头男子 则一同去了 张凡之前住的宾馆 苏三和分头男子 在楼下分别开了一间房 而后三人 又一起上楼 张凡简单洗漱了一下 便上床睡了 他今天实在是太累 第二天一早 三人在街上吃了个早餐 便一起到了王孝山家 此时恶鬼已经去处 该讨论一下 接下来收尾事宜了 张凡 王孝山 苏三 围绕沙发坐了下来 而后 三人同时把目光 投向了张凡 整件事情都是张凡安排的 而且 在张凡的一系列安排之下 他们顺利铲除了恶鬼 达到了最终的目的 张凡 已经变成大家伙的主心骨 他们都在等待着 张凡接下来的收尾事宜 张凡也看出了三人心思 他开口说 我认为咱们接下来 应该把那八面真音阵下面的恶鬼 全部赶入阴曹地府 让阴司对他们进行审判 那个聚运阵也应当破除 让各个家族恢复各自的运势 听到张凡的话 三人均是点头 张先生 那我们身上的骨毒呢 苏三望向了张凡 您天赋那么强 应该认识很多人 希望您能找关系 把我们身上的骨毒解掉 我们不想死啊 听到这话 中间男子也接过话来 恳求道 还请张先生 帮忙找人 替我们解毒啊 你们种的骨毒 不过是最简单的蛇骨 今天下午 我就可以把解药 给你们配出来 一听这话 苏三和中间男子 都是一阵 配之 您能配之骨毒的解药 苏三下意识询问 张凡则是自然点头 苏三望向张凡的眼神里 浮现出了一抹质疑 张凡的天赋的确很强 拥有如此的修炼天赋 已知逆天了 怎么可能 还有配置骨毒解药的能力呢 怎么 不相信我 没有 但是 苏三话没说完 张凡便从包里 掏出七根银针来 一股强大气势 从张凡体内爆发而出 随后 便见七根银针 伴随张凡手指的律动跳跃 最终 趁规律性一一落位 直指苏三的手臂 不过这七根银针却并未落下 他整个动作 一起合成行云流水 七星北斗孤独阵 医术大师 苏三望向张凡的眼神里 浮现出了一抹惊骇 作为悬门中的风水一脉 他如何看不出 张凡所布置的医针呢 他实在没有想到 拥有如此修炼天赋的张凡 居然还是一名医术到达了 登峰造极地步的医术大师 这也太强了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